我们是一个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面 所以商店都有不同的人在经营 但是一个最好的现象是我们都很融洽 比如说我们客家界常常要办活动的时候 他们都会大力支持 因为我们有办活动这边人潮有了 他们的生意也会更加好 所以他们都会很支持我们的活动 真的我能够说客家界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地域标 历任两届会长的梁福强先生说 自己是在客家工会长大的 今年年底即将离任的他 正在积极推动另一个心愿达成 我是希望能够将我们曾经拥有的一间小学 我们要以客家工会的名义把它复活起来 就把这个小学偏远的地方搬迁到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地方 就是让这个地方的学址有更多学习的地方 拿赌现有五所华文小学 之前由于生源的问题 一些华文小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关闭了 现在梁福强先生已经找到了捐献给学校的土地 着手准备复办化小 同时在旁边规划兴建一座土楼 期望成为这里客家文化的又一标志 因为很多有足的朋友 他们都觉得学习中文非常的重要 都把孩子送到我们华校来了 所以说我们华校基本上大概会有 60%对40%的这种情形出现了 有足的同学都会有大概100个里面占40个了 这样子清晰 所以其实我们华校的位置是已经有限了 真的有限了 我的名字叫陈明玄 今年10岁 我的讲题是老天有爱 从前有两种同学都跟一切相反 做阿哥的好好顺又赏心 做老太的好难度 2013年经过梁福强先生的努力 沙巴州的克联会议 通过了举办全州客家语讲故事比赛的提案 客家文化作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以一种新的姿态 迈进与世界文化交融 携手发展的新时期 2017年主题是洋帆启航再创辉煌 因为我们在2015年之前 我是洋帆启航 那么我希望能在这一期里面 就是再创辉煌 就是做更多对客家设计 当然不止对客家设计 这是对整个拿渡的市民都有帮助的 都有奉献的 这一期里面是选择的 还在这个不准一小时 这一期里面是最大的 我们在边编导的 相当下的语言 不准一简 这里面是宋币 一était 一期马裳的 这一期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